汽车上的安全装置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发生事故之后 可以保护成价人员的被动安全装置 另外一种是可以提前避免事故发生的主动安全装置 在全球范围内对于汽车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不同国家的碰撞测试也都出台了更加严苛的标准 各大汽车厂家也开始越来越关注汽车安全性的提升 10月11日在天津中期中心进行了一场非常特殊的碰撞测试 目标车型为全新红旗H5 挑战项目是国内首站三车联碰 设置前两辆车以100公里每小时的相对速度发生100%对碰 第三辆车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追尾第二辆车 深度模拟了连环交通事故的场景 相比于传统的汽车碰撞测试 相当于从二维方程式变成了三维方程式 增加了碰撞过程中的变量和不确定性 对于车身结构约束系统以及整体的安全表现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项测试中 全新红旗H5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碰撞完成后 三台车的成员舱完整 乘客生存空间充足 车门可以顺利打开 碰撞的瞬间 安全起廊 安全带 座椅等约束系统正常工作 假人承受的伤害较小 燃油系统没有发生泄露 最终顺利完成这项堪称魔鬼连环状的碰撞测试 充分展示了全新红旗H5极致的被动安全性能 那全新红旗H5之所以能表现如此优秀 得益于更加严格的安全标准和制造工艺 首先全新红旗H5采用了新一代高强度的安全车身 车身前端设计了三路径架构 正面碰撞的时候 三路径协同作用 最大化分散受力 吸收外部的冲击力 保护车辆成员舱的完整 独特的9H4M车身结构 在原有9H车身的基础上 在前部和侧面增加了四个M型结构 抗冲击性能提升了30% 保证了成员舱在碰撞过程中的稳定性 可以在碰撞事故中构建宝贵的生存空间 全新红旗H5全车配备了9个安全气廊 西部气廊 前后排安全气廊和超长保压侧气粘 为乘客提供环抱式柔性防护 后排增加了防鞭打座椅 避免头部惯性带来的颈部伤害 前后排均配有双级预警安全带 可以在瞬间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 避免碰撞后出现二次伤害 全新红旗H5还配备了自动紧急救援 呼叫系统 零状预警 道路交通标志识别等等主动安全配置 为用户提供全面细致的安全服务 除了在安全方面表现出色 全新红旗H5在其他方面也称得上是出类拔萃 全新红旗H5配备的摄像头 拥有100度FOV视觉感知方案 盲区缩小了48度 采用77千兆赫的雷达 精准度更高 探测的距离更远 也可以理解为摄像头可以看得更广 雷达探测更远更精准 以全面领先的硬件实力 增强了车辆的主动安全性能 得益于传感器硬件的提升 全新红旗H5在主动安全配置上 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比如说搭载了AEB紧急制动系统 当雷达或者摄像头探测到潜在危险时 会通过预警提醒驾驶者 如果驾驶者未及时干预 车辆会适当进行制动 甚至完全杀停 在特殊场景下 比如说出隧道后遇到障碍物 AEB系统依然可以在第一时间触发 就像一名老司机伴你左右 还有SACC高级巡航系统 车速范围是在0到150公里每小时之间 几乎覆盖了堵车 城区 高架 高速 等等各种用车场景 并且可以根据前车的驾驶状态 自动变道 加减速 跟停 在前车时零三秒内 完成自动跟随 这两项功能的拓展 不仅能够提高行车的安全 也大大提升了舒适性 全新红旗H5还专门为中国用户 打造了全自动泊车系统 这套系统最大的特点 就是更懂中国的停车环境 适应更加复杂的停车场景 支持垂直 水平 斜向 三种停车方向选择 减轻了驾驶员的停车负担 至于年轻人 喜欢的制联网联功能 全新红旗H5依然紧跟潮流 功能涵盖了七大生活场景 并且设计非常人性化 很多APP都需要点击很多次 才能操作 红旗H5采用了桌面及地图 一键及触达的全新交互设计 减少操作步骤 对于行车时的安全性 可谓至关重要 另外 整车级的OTA升级系统 配合5G芯片 可以实现车辆 自我诊断 自动上传 大大增加了智能系统的拓展性 和可玩性 总的来说 全新红旗H5 极致的安全表现 把汽车的安全防护水平 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也让很多人看到 自主品牌 并非只会标参数 对配置 在国产车日益强大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相信和选择自主品牌 也希望未来的国产品牌 能够不断向上 越来越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赞关注 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